距離選舉投票日只剩下兩天了 而國民黨今天舉辦 這個海外後援會的挺侯康大會 而今天這個侯康沛當中代表出席的 就是副總統候選人趙少康 而來參加的還有這個前總統馬英九 以及這個國民黨的部分區 被提名人韓國瑜 而對此呢韓國瑜是積極的希望 這些僑胞不遠千里回到台灣 來可以趕快的來幫忙拉票 來看一段現場畫面 我們唯一的選擇 就是侯友宜趙少康好不好 選票非常接近 非常非常接近 我們必須建設這張選票 改變 改變台灣的命運 在建德公開的時候 中央民國後來改了中央民國憲法 是一個災難 有沒有 有 這個人考察探險 探險哪一國的總統啊 講這個話 四個字莫名其妙 對不對 對 而且這代表什麼呢 他心中完全不知道尊重 自己的國家跟自己的選法 對不對 所以如果他當選的話 我告訴各位 這是中華民國的災難 我也看到民進黨 蔡清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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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抱歉 抱歉 小弟也有一把年紀 好可以聽到這個蔡清德 馬英九 細數民進黨的這些問題點 希望大家可以把票投給侯康佩集中選票 不過昨天呢這個馬英九有一段訪問 就是這個外媒德國之聲的專訪釋出之後呢 他強調說兩岸關係要來相信習近平 而且呢在這個憲法底下呢 希望就是有一些民眾呢可能也會希望這個統一 就對此呢這番話呢就引發了相當大的爭議 原先國民黨今天上午的記者會 在明天的選前職業名單當中 還有馬英九的名字 不過在今天下午是傳輸說馬前總統不會來參加這個 國民黨的選前職業了 對此這個馬辦是回應說呢 因為他們沒有受邀所以不會去參加 而國民黨中央是講得更明白 他們是提到說呢 因為馬前總統對於兩岸論述的部分 被民進黨拿來操作 所以因此這次的選前職業呢 馬前總統不會來參加